大家好,欢迎回到CKK United 这一期的内容呢,是在日本色谷109这样的一个商场里面 试穿当季新品 这一次试穿的品牌是Secret Honey和One's Bow 第一件是来自Secret Honey的美女野兽电影版合作款 这件的原型是贝儿在电影最后的舞会上面 穿着的白色长裙 其实那个裙子本身我倒不是很喜欢 但是意外的这个合作款还挺可爱的 感觉料子很轻薄,裙摆也很大 是一个很日常 然后也可以当小礼服穿的这样一件小裙子 花朵和丝带之间还能看到动画版贝儿的胸像 这样的小细节非常可爱 接下来同样是来自Secret Honey的阿拉丁合作款 今年的这个莫莉公主也是选择了这个红衣莫莉的版本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两件套也不知道是版型还是这个红布 感觉稍微有一点老气 而今年的Secret Honey小美人鱼合作款依然是一条沙滩长裙 而今年这一款呢是选取了在一个浅蓝色的底部上面 加一层薄纱这样的设计 薄纱上面还有很多手工钉珠这种bling bling很闪亮的元素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条裙子的 我认为它的长度颜色钉珠以及纱的材质都很棒 如果上半身的设计也可以稍微改进一下的话 应该就更完美了吧 在这一条的裙摆上也是可以看到 由钉珠镶嵌组成的小美人鱼里的经典形象 那么这一件就是来自Secret Honey的最后一条 这一条呢它不是一件迪士尼合作款 但是和刚才那一件非常像 这是有一个贝壳形状的上身 然后加上一个纱的长裙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纱的长裙 这个底色和外面的颜色不太一样 就有一种这种颜色变换这样的感觉 然后这个上身也是非常好看 如果小美人鱼的合作款能够有这个上身的话 我觉得一定会被它完全戳中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One Sport的十一件 这是一个风格非常鲜明 最近曝光率很高 也是我个人很想尝试的一个品牌 那么第一件呢 选择了一件它们家经典的这种 运动裤炫潮人风 是这么一件Oversight 就是宽大的T恤 然后外面加了一个红色的沙的罩裙 这一套穿起来很舒适又很方便 完全不费事 但是别人一看 还是那种潮人气息扑面而来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风格 接下来是一个两件套 这件里面呢 是一件粉色的抹胸裙子 而外面是一件黑色蕾丝的长袖连衣裙 我觉得这个风格很像日本杂志Latame 这种有点甜美 又有一点酷的感觉 而且这个黑色蕾丝连衣裙 感觉上也会很适合搭配Lolita系列单品 不管是座位内搭还是座位罩裙 应该都会非常有趣 接下来是我和珍姐一起试穿的两件 这一套我穿的是一个 也是一个oversize的一个大T恤 是有点运动服风格 然后袖子这里设计比较别致 珍姐穿的是一个短款的衬衫 加上一个白色的刺绣牛仔短裤 最后我试穿的这一套是一个上下两件set 它们的布料都是这种浅蓝色的格子布料 然后是一个短的马甲 加上一个高腰巾带 然后裤腿有点打开的这样一条裤子 感觉这一套清新之外 又多了一点funky复古的感觉 我个人非常喜欢 而珍姐穿的是一条红色条纹的漏肩 衬衫连衣裙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在 Shibuya 109 色谷 109 这个商场里面换衣服 在这么一个小视频合集 最后来一个无奖竞猜 你们猜一下 我在所有这些衣服里面 最后到底购买了哪几件呢 以上就是本次更新的内容 我们频道快到十万粉了 最近可以开始考虑一下 做个什么粉丝回馈了 那么